你好呀,我是小王冠 今天呢,这期视频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我要给大家念两个小故事 你们肯定会好奇是什么样的故事 是很符合我们直播间调性的故事 有点吵枪啊 是这样的故事 就是你问我,我只能老是回答你 是有点恐怖的故事 但是如果你经常听我讲故事 你就应该知道我的嘴里没有一个真正恐怖的故事 所以 我感觉我这么介绍完之后喜欢恐怖故事的 跟不喜欢恐怖故事的 这会儿一分钟真好 对,应该都已经离开这个投稿了 真好,我把 我把两种观众都得罪了 是这样的,就是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 你就跟着我一起听听看 放心吧,会特别吓人 很适合你们睡觉前听 那我开始啦 第一个故事 名字叫 变态 变态 我是个变态 具体的说 现在偷偷进入柚子房间的我 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 房间里没有开灯 显得相当的悠安 就着窗帘 半线半河 透镜的月光 我看了一下柚子桌上的 黑色方形小时钟 晚上八点十一分 今天是星期四 柚子要上数学补习班 九点下课 坐公交车回到家 大概是九点半 也就是说 我还有一个小时以上的安全时间 我可以自由自在的 待在柚子的房间 我认识柚子很久了 从那晚 街上喷嚼的擦肩耳朵 她在膝盖椅上的格子 白折短裙 修长雪白的美队 一起飘逸的黑发 吹淡刻薄的完美脸蛋 温柔青春的眼神 都那么让我难以溫怀 尤其是从她 每一寸肌肤 所散发出的青春香气 更让我不断地 蜂蜜出 这贪婪的垂涎 慢慢是难以 下眼的欲望 于是我开始跟踪她 无声无息 隐藏自己 不被发现地跟踪她 然后我开始了解她 渐渐地就像她最亲爱人一样 了解她生活当中的每个细节 不论她是否愿意 在我们之间 没有任何秘密 完全单纯 我知道她的数学不好 上数学课时 总是用铅笔 在课本上涂鸦 我知道她很习惯 在下午第二堂课下课时 拿出家里带来的小饼干相拥 我也知道上个月 她闹了好几天的肠胃炎 有一次上课时 她还忍不住举手 去了卫生间 我一路卫生 我一路卫碎 她到厕所 游子啊 不愧是游子 就连拉肚子 扑扑放屁的声音 都可爱极了的 我甚至知道 她瞒着爸妈 然后偷偷 叫了个 染青发的小男朋友 他们会在 每个礼拜一 跟礼拜三上学后 约在学校旁的 偏僻的小巷里碰面 游子 总是兴趣十足的 聊着上课时的 种种趣事 但青发男 却心不在焉 只顾着 对还穿着 学生制服的她 冒说冒叫 游子虽然笑 骂着 却依然 隐隐地 响应她的 让独在转角的我 听得血脉纷张 虽然一扇 凌乱的她 跟平时 朋友时常面前 乖乖白的形象 有很大落差 不过 这样偷尝经过的 害羞的游子 我也相当喜欢呢 我躺在游子的床上 柔软的震 震到被子 满是游子的香味 我知道她不用香水 所以这味道 来自她身体肌腹 我用力地吻着 仿佛被她 紧紧抱住一般 是啊 是啊 我已经不知道 潜入她房间 多少次了 每次 却都还是 对她的窗簿 流连忘返 尤其在 几个小时之后 换上睡衣的她 也会躺在 我躺过的床上 我们就像躺在 同一张床铺上 一起睡觉一样 我一想到这一点 就会非常兴奋 非常非常的兴奋 兴奋到就连外头 传来脚步声 我都没有察觉 当我从游子床上 惊吓跳起时 脚步声音 已经距离 非常非常近了 我知道外头 那个人 已经坐上楼梯 也许再走 五步 就能打开房门 我根本无处可到 我惊慌地 瞥见游子扳开着的衣柜 门打开了 电灯也跟着一起打开 那个人走了进来 游子是个 重视隐私的女孩 所以她不在家时 她爸妈 不会进她的房门 所以 进来的人 应该就是游子 躲在衣柜的我 看不到房间内的状况 屏着呼吸的我 只能下载 而心跳蓬蓬的我 暂时想不出 任何方法 逃离这个困境 然后 睡间 我就不需要再 也不用想了 因为 衣柜被打开了 是游子 我和她四目相交 躲藏被发现的我 感觉像全身赤裸 暴露般难堪 脸上火辣辣的 脑中 一片空白 完蛋了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或者能说些什么 只能傻傻地 看着她发了 一动 也不动 我会被当成变态吗 我会被当成罪犯吗 她会尖叫吗 她会抱紧吗 我要支持她吗 我先捂住她的嘴 然后她会挣扎吗 我需要用暴力压制她之后 然后再逃走吗 还是 我的脑中 像有龙卷风般 搅动着暴走 而游子的反应 却让我的思绪更加混乱 她竟然没有理会 将在她面前发窘的我 只见她若无其事地 从衣柜拿出挂在我身旁的 一件粉色连衣裙 我睁着眼 张大嘴 看着她面对我 一颗一颗 揭开白色致服的扭扣 露出了鹅黄色的内衣 然后 她对下了鸽子白色端裙 下半身只穿着 跟内衣一样 鹅黄的小裤衩 骨叉子 在穿上那件水衣前的她 只穿 骨叉子的她 为青春肉体 下了最好的猪脚 每一寸都是修长 半戏 吹弹可破的完美 它就像一株盛开的贝类 充满诱惑的香甜贝类 诱惑到 即使处在极端情况难堪的我 依然忍不住 吞了吞 饥饿的口水 我知道自己现在的表情 一定很变态 很不堪 但由此却一点也不畏惧 有意无意地 对我挑了挑言 就转身挡到床上 躺在那张我刚刚躺过的床上 苦难挂虑的房内 这动作 无疑是一种妖精 我明白了 一切我都明白了 我以为我这段时间躲藏得很好 但由此其实全都知道 它容忍我跟踪它 容忍我进入它的房间 允许我分享它生活中的所有秘密 就像刚刚它毫无保留的在我面前 露露出身体一般 什么认识追求交往 都是毫无意义的浪费时间 它有着跟我一样的心思 它甚至享受着我长久以来的鬼谈 与其说我多得好 不如说它演得好 我们就在鬼谈与暴露之间不断地空虚 我的欲望需要它 而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可爱的幼子 一直都不像它的外表那样 天真清晨 于是我走出衣柜 走到了床边 穿着睡衣的幼子 躺在床上 它闭上眼 双腿一曲一身 暴露着自己的迷人睡姿 此时的它身体会说话 它略微不稳的呼吸会表达 我知道它无言但澎湃的渴求 我早就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 于是我吻了它 它的颈伤 它并便发丝的香气 不断涌进 我感受到它肌肤的甜美 像一层薄薄的蜜糖 我持续的 它没有任何的不愿或抗拒 依旧是睡着般安安静静 这是爱演戏的幼子呢 我的吻加重了些力道 那时候明明就发现了我 为什么还要让我跟着你去厕所 听那么害羞的声音呢 我开始吸晕着它 来吸的波紧 每个礼拜我都跟踪你 你为什么那么肆无忌惮的 跟小男朋友 在箱子里拥抱和温暖 我静静地吸晕 仿佛它的身体能伸出命一般 原来幼子就是喜欢在我面前抱怒啊 你真是个变态 脑中越来越兴奋的思绪 引领着我所有的感官达到极限 于是我咬了幼子 咬在它的脖子上 忘情地狠狠地咬了一口 这是我对它最凄恋 也最宠爱的回应 但幼子却突然打了我一巴掌 它的力气 它的疯狂夸张 我像是被大卡车撞击一样 支离破碎 全身的血肉骨头几乎都要锻炼 我拼命地推到墙边 却怎么也止不住身上肆意的鲜血 之前幼子下了床 用它依旧那样无所谓 不带情绪的眉 美丽双眼看着我 没有愤怒 没有悲伤 没有挣扎 仿佛我只是个可有可恶的陌生人 就好像刚刚那个浓情 厚意的我 根本就不存在一般 它竟然又扬起了手 那个有着恐怖杀伤力的手 伤势严重 奄奄一息的我 锁在墙边对我隔退 根本就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许多的我只能望着它 我最深爱的幼子 像杀了我的幼子 窗外的月光 此时洒了进来 皎洁地在它的脸上 我的最后一眼 是在脖子上沾染的 无数散落的血肉模糊 杀了我们没关系 因为我已经留下 最虔诚挂度的思念 拍出来的 拿着这个 拍不出 这是第一个故事 目前的我并不知道 这个故事能不能过神 然后 还有第二个故事 分开录吧 万一这个过不了是 不行 说好录一期就录一期 等一下 我先找到下一个故事 谢谢大家 放松一下 深呼吸一下 马上我们要开始第二段故事了 第二个故事呢 比第一个要 算了你们自己感受 第二个故事叫 劈腿 这个故事送给所有 劈了腿的人 我喜欢像现在这样 游览地躺在床上 看着电话板发呆 身旁熟睡的是大雪雪妹小雷 她身上还流着我们的汗水 气温 之所以这么深说的称呼她 是因为我已经有一位交往多年的女友 而小雷就跟那些陪过我看电话板的女生一样 我们可以为自己制造许多愉快的夜晚 却都没有明白 没有必要为彼此的生活平添困扰 却都明白 我们始终遵守这样的游戏规则 所以趁她为小三太过沉重 她就只是一位我很喜欢的大雪雪妹 小雷 在黄岸房内看着电话板的我 毫无睡语 因为我始终注意着时间 细心计算自己还能享受这样的氛围多久 床边的放心闹钟 显示的时间是晚上9点24分 再过一个小时左右 每周三固定加班的女友怡婷 就会提着宵夜跟啤酒回家 所以我现在必须起身准备 才有充足的时间来演示这个 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夜晚 我已经尽量放慢动作 但我还是吵醒了小雷 赤裸上身的她 整个阵散落的长发 看着正在穿衣服的我 大大的眼睛里有些哀怨 这么早就要走了 她多气愤怨的醉 对啊 时间差不多了 我总结 见识自己身上没有留下任何刻意的痕迹 好 走了 下个礼拜再来看你 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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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进床边 又闻别 为解她所有 她有所不甘的嘴 好啦 她的双手抱住我的脖子 贴在我耳边轻声说 你今天晚上表现得好棒哦 我摸了摸她的头 想离开一只心爱的宠物猫时 我在晚上九点五十五分 回到租屋处 租的房子 也就是我和怡婷同居的家 依照往里 还有半小时左右的冲雨时间 可以让我洗个澡 换上睡衣 让自己跟着还在家里 上网看电视的乖宝宝一样 迎请等待加班回来的女友 是啊 一朝往里 但今天偏偏颠覆了往里 也颠覆了我所认知的世界 我一打开门 就看见房内的灯光 查询到不寻常的气味 带点咸 带点苦 还带点酸 是怡婷 今天本来应该加班的她 却逼我早回家 她坐在我的计算机桌前 计算机屏幕显示着我和小蕾的脸数讯息画面 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得知我的密码 或许我不该用我们两人的纪念日去组合愚蠢的密码 愚蠢到现在我们再也不可能去需要纪念那天了 为什么 其实她只有这样一个疑问 她又哭又笑 对着我又挡又提 她歇斯底里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毫无顾忌 激烈而震动地大声咆哮 她像是要用所有的力气去寻找答案 但亲爱的答案本身一点意义也没有啊 对不起 我只会来她这么一句 滚 你滚 她嘶哑着泪水灼伤了她的喉咙 与脸庞 去找你的王八蛋学妹去 计算机桌旁的玻璃杯 跟着这句话一起砸了过来 我知道六年多的情感瓦解 不是任何人理性可以阻止的 所以我留在现场 无济于事 我离开了 留下一滴破碎的玻璃 与破碎的塔 巨大冲击的夜晚 其实我非常难过 我从来没想过 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甚至她从心底认真考虑过 再过个几年 我应该会去她 然后永远只让她一个人 陪我躺在床上看电话吧 可现在也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我闯淡了口气 按下小蕾公寓的门铃 小蕾毕竟是懂我的 当她了解我回家 跟怡婷发生的事之后 她没有太多的介入于安危 而我也完全不需要那种东西 现在我所需要的 只是一个寄生之所 一个能让我安静沉淀的空间 我们没多久就睡了 小蕾移着我的手臂睡去 我则是独自 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 与怡婷交往时的情景 以默默不断地涌现 想再做最后的训练 然后我收到怡婷发来的短讯 我下床 拿着手机坐在床边 瞬息一口气 点开看 你能劈腿 我就不能劈吗 我是阿叶 检查的手机画面确定 这则短信来自怡婷的手机 让我哭笑 怡婷 你真不愧是跟着我生活 六年多的女孩 完全清楚如何让我束手无策 是啊 如果你也去找个男床班 遵守和我一样的游戏规则 那我们还能继续交往下去吗 我边想边觉得脸庞火辣辣的 因为心里的羞耻感告诉我 我可以 我可能无法接受拥有男床班的你 而我也知道 你其实只是想让我反省自己的恶心 并且虚伪 对不起 我在想要回复的短信中 就答了这三个字 我不知道如何表达 我可能还在想措辞 但也可能是在想 是不是由我来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 正犹豫着 一听又转来分短信 看窗外 我劈腿 劈得漂亮吗 我下意识地压开窗帘往外看 这里是十二楼 一听从空中追了下去 我和急速下坠的他 隔着玻璃四目相对 那一瞬间他的表情是微笑 濒临崩溃的边界 不太丝毫温度的微笑 然后 砰 沉闷的一声钟响 像通缉我胸口的中拳 我顿时腿软归道在地 连残脚的力气都没有 十二楼的底下 他的手脊碎裂在地 而他的头上 脚下的跳楼方式 落地前 他硬是张开了双腿 中脊破碎之后 他有那么一声 宛如在雪坡中劈腿的 把雷舞者 避不开 我想爱好 却喊不出声音 恐惧紧紧地掐住我的喉咙 无法思考的我 只能锁在窗边墙角 彻底地哭 彻底地崩溃 不平静的深夜 没多久就夹进了 小泪的残叫声 警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声 围观群众一轮纷纷的碎语声 尖锐嘈杂 瘫痕了我的感官 我的手机衰落在一旁 那句对不起的短信 永远都没有发出去 但隔天 我很快就为未来做了决定 怡婷走了 这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事实 我再后悔再难过 也起不了作用 我知道她走之前 对我充满了怨恨 但我能怎么办 你离开我就好了 为什么要这样 我根本不值得 于是我选择逃离 逃离与怡婷有关的一切 包括组务 包括公司 包括小泪 包括我们认识的所有朋友 我要告别着所有的一切 我辞掉工作 换了手机 用最快的速度搬家 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 我做了一间便宜的套房 八坪左右的空间并不大 里头只有简陋的家具 甚至连冷气都没有 炎热的八月夏天 我所能依靠的 只剩那台挂在天花板上的老旧雕山 夜里 我躺在还不习惯的床上 看着天花板中央的那台老旧的雕山 听着她发出直开声响 转转 但她却会曾带我转出回忆的漩涡 反而令我越陷越深 让我在深夜里惊喜 冷汗湿了我的背 以往终究不是件容易的事 它就像伤痕 会在你独处时 猛烈地发动 于是我想尽办法 让自己忙碌 尽量避免自己独处的时刻 而我也很快地 找到了去超市打工的机会 第一天上班就上到晚上十点多 我拖着疲惫地伸去回家 而该死的雕山 竟然在这时罢工 穿了几下就不穿了 我实在受不了夏天闷热的室内 只好冲个冷水澡 抱歉抱歉 单纯一掉内裤就上乘睡觉 身体疲惫不堪的我 却不知为何 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于是我索性看着天花板上 坏掉的雕山发呆 我原本在想 今天在超市打工的事 但这个夜实在太安静了 让我又不禁想起了 关于一顶的事 很多不好的事 比如那天 之后我看到有媒体报道 发员说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 的方式 比如某个谈话节目的名嘴说 怡婷 走的时候穿的是红色套装 怡婷是打算 以后变成厉鬼回来复仇 又比如今天是8月13日 是她走的第七天 听通 手机的短信声让我静下的从床上弹气 这是我新码的手机 就连家人都不知道号码 怎么会有人半夜传短信给我 我看到发送短信的号码 全身含毛瞬间收起 毛空一粒粒的窒息紧缩起来 是一听 我根本没有勇气看短信 但短信却自己点开了 我颤抖的手 点开短信 看到 你知道 我每天都在看着你吗 坏掉的吊扇 此时突然转动起来 发出指甲的声响 我抬头一看 这屋子原来根本就没有吊扇 指尖穿着红色套装 满身失血的一顶 跳在天花板上 劈开的双腿 像扇叶似的 缓缓地旋转着 而她死白的双眼 淡视着我 脸上还挂着微笑 不带任何温度的微笑 灯房头发现 尸体已经是两天后的事了 桃房里弥漫着腐烂的味道 南方客只穿着一条 内裤躺在床上 双眼圆灯嘴巴张大 仿佛看到什么极度 披着腿在那边一直为她传送风凉的这么一个故事 她太爱了 她真的 我故事 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正常人生会喜欢这种故事 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以后说不定还有下一期 不喜欢的话就当这是最后一期这种类型 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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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